狗妈妈能产到何种程度 狗肉馆门前当着孩子的面 这次狗妈妈即将被屠宰 最终的结果令人万万想不到 今年有很多宠物狗都遭遇了悲惨的生活 部分狗主人挣钱没有以前容易了 于是这些宠物狗本来是狗主人的掌上明珠 在生活的压力之下 狗主人最终狠心将它们出售给狗肉上饭 狗肉馆门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几窝小狗跟狗妈妈同时被卖到了狗肉馆 原本以为它们即将成为下酒菜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当地流浪犬救援组织听闻消息之后 赶紧跑到了现场 狗肉馆门前的一幕令人泪目 一大堆小狗在等待成为火锅之菜 经过与狗肉馆的讨价还价之后 终于这些狗被回收了过来 奇怪的是狗妈妈却不见了综艺 狗肉馆老板说你们来晚了一步 狗妈妈已经被我们屠宰 很难想象在小狗的面前 自己的妈妈被人当街处理 这些还没有断奶的小狗会有多么绝望